我是一名电影放映员 在一桶县开了一家小超市 最近收集了一些老式的电影胶片 和过往的行人每天放上一部电影胶片 今天放映的胶片的名字是《英雄儿女》 市首长来作战百分之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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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熟放电影就是一种工作吧 对当时来说 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 放电影来说 在农村来说 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了 大伙对他非常的欢迎 没到哪个地方去放了 提前一天告诉人家 说今天晚上上你们的饭店 到时候一般的家都早早的吃完饭 完了帮个小门那儿 说那等他 我们到那个有不少年轻人帮我们挂一幕